出海有多难,中国品牌就有多赶 比亚迪第8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下限在全球化的大潮中 中国品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探索的脚步 大家都还记得吧,在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上 中国制造是最高水平的代名词 工业革命风暴后,没有技术,缺乏设备 中国品牌早期通过了OEM代加工出海 那时候的说法是,8亿件的衬衫才能换一架飞机 中国的海尔、海信、TCL等著名的品牌 以优质的产品质量在海外也站稳了脚跟 实现了中国品牌出海零的突破 手机、互联网等高科技的行业接力出海 华为、大疆、字节跳动等中国品牌 在围追堵截之下顽强的生长 让世界对中国品牌刮目相看 汽车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也正在大步的迈向世界 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 正加速的走出去 助力中国成为名副骑士的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速迅猛 2024年7月4日 比亚迪在东南亚的首个海外乘用车生产基地 比亚迪泰国工厂军工 目前比亚迪新能源汽车足迹遍布了全球六大洲的88个国家和地区 2024年6月比亚迪蝉联全球汽车品牌前十 位列第七是唯一入榜的中国汽车品牌 2024年比亚迪同时携手欧洲杯 美洲杯两项国际赛事 也正是这两大全球顶级的体育赛事 合作的首个中国汽车品牌 可以预见随着比亚迪加速走向国际市场 未来还将不断的刷新中国品牌加速度 推动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发展 助力全球汽车产业绿色变革 比亚迪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